张学纯 然后呢我做过培训导师 然后做过管理 然后呢今天来到 菲尼莫署这个庭台 也希望可以找到 有关于销售管理这一块工作 谢谢大家 会唱张学友的歌吗 喜欢他 唱一个首我听你 我不会唱 那你说张学友干什么 喜欢啊 张学友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你喜欢他居然没听过他的歌 听过但是我 随便一两句都不会唱 那企业家们就要质疑你的学习能力 没关系 没关系 先聊聊你吧 为什么高中毕业这么年轻 因为当时呢 是本身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 因为家庭原因嘛 然后家里面有三个小孩要读书 你老起吗 老大 然后我想就是放弃 然后出来工作 我之前是卖手机的 然后从导购 是从东莞 东莞 东莞 不是东莞 是东莞 不好意思啊 你看那不读书的原因就是这样 连续三年排到第一是吧 第二年是第一 那卖手机卖着卖着怎么不卖了呀 因为那时候自己创业了吧 然后开了一个手机店 干嘛不干了 感情 就是我初恋嘛 就是打击比较大吧 不过这个话我要谢谢他 为什么 因为越打击我 我越成长 各种打击吧 那时候就多了几个月 然后店也亏了 然后负债二十万 但是 当你挣了一些钱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投资 你为什么不选择再读点书呢 我一直都在学习 包括我 学习经商这一块 今天你来面试的依然是销售 对 销售管理 你管过多少人 带过的话有五十多个 你把我们都当成你的下属来开个会 我感觉一下你的管理风格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一个星期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这个六人游开始 我觉得我这个月业绩完成得不错 所以说我要求下个月增加提成和加薪 而且我也想当主管 那你现在学习了管理这一块 学习的怎么样 你都才初中学历 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应该比你少 你觉得这个重要吗 重要啊 学历固然重要 但是呢 能力重不重要 我能力也不错呀 而且我学历比你高 那你展示一下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好呀 那现在是 要不你下来我主持这个会啊 我觉得我做的会比你更好 要不你把这个位置让给我好 没事你来 好 来 大家开会啊 那个 大家汇报一下业绩 然后业绩最好的 我希望能到台上来 你是谁啊 在这发号实力 对呀 他不已经让位了吗 你让位了我们就得听你吗 你说哪根冲啊 我领导的影 女孩还不错 你说哪根冲 行了行了呀 给领导面子啊 领导 我只是告诉你 其实我们的能力都挺强的 没关系 值得表扬 所以你不是强硬性风格的是吗 我跟你讲 做管理太强势的话不行的 你要知道它的需求是什么 它的冲突点是什么 要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子 如果在会上的话 我会先入略货 然后呢 会下我们再谈 会下你谈吧 现在会下了 这样子的 刚刚你说到这个 升职加薪这一块 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业绩做得好 当然要想多赚钱了呀 那么OK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聘用你现在的自己吗 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的人 就要放权给他呀 比如说上下班不打卡 但是如果放权归放权 但是你上班不规律 不打卡 你觉得不以身作职的情况下 你能做好管理吗 再来业绩说话呀 我是最能干的 业绩虽然是王 但是态度很重要 差不多还蛮好 还不错 很好的 很好的 像880 他那句话挺好的 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聘用你自己吗 我觉得还行呀 像带过人的人 对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 最低的话是6000 有地域限制吗 没有 哪都行 对 好 来第一轮选择去 好 还有13盏灯